10月下旬 甘肃神九泉市金塔县沙漠胡杨林景区 色彩斑斓 美不胜熟 蓝天白云倒映在水中 恍然金像走进了金色的胡杨迷宫 与乡林的内蒙古俄吉纳其胡杨林相比 这里的胡杨林航拍时能明显发现它是横竖成林 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说 金塔胡杨林是为了遮挡风沙而种植的人造林 所以金塔胡杨林和自然生长的胡杨林相比 显得更规律 更整齐 今年68岁的王端正是当年第一批参与胡杨种植的工作人员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在四十年前 整个是遍连绵不断的沙漠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前金塔没有这个悬念 一年一场风 从春刮到冬 地上不长草 风不断的沙漠 一年一场风 从春刮到冬 地上不长草 风不断的沙漠 风吹石头跑 这些是老一辈金塔人对当时环境的印象 为了改善环境 1958年6月 一个专业化的防沙制沙机构 潮湖林厂正式组建 揭开了金塔人防沙制沙的序幕 1983年他们终于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第一批人工胡杨树 经过不懈努力 2009年成片的胡杨树已经长大 金塔县决定在此基础上开发旅游景区 王端正说 我们当时的原则只有一个 不能损毁任何一棵胡杨树 在这片临场里工作了一辈子的王端正 亲手栽植的林木已不计其数 每每走进高大的胡杨林里都感慨不已 除了景区内可以见到胡杨树 在金塔县的成西 成南 成东三个片区 也能见到大片的胡杨 如今 鸟看整个金塔县城 周围都被绿树丛林所包围 金色胡杨已成为金塔一张响亮的城市名片